净空法施法语 十四 这是第一慈悲 末有比这个更慈悲的 一 一佛门常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是真正的慈悲 这个慈悲心是从本性里面生的 自然流露的 是清静的 是平等的 末有说对这个我特别喜欢 那个讨厌 末有 二对佛菩萨 对畜生 对恶鬼的欲 乃至于对一切植物 矿物 一律平等 无二无别 这是真正的慈悲 三何谓无缘大慈 缘就是条件 无缘就是无条件的 对别人的慈悲是末有条件的 这叫无缘大慈 父母对子女非常慈悲 他是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是爱缘慈悲 四凡是明心线性的人 一定是一片慈悲 他了解真相 真正明了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他真明白了 这个时候起的作用才叫做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他是清静平等 博爱一切众生 二 一大慈大悲是建立在清静心 平等心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有分别 有支柱 纵然有慈悲 不能叫大慈大悲 二大慈大悲从哪里来的 线性之后就生起来 你没有线性 你对于一切万事万物 你有分别 你有支柱 三是奸人莫有限性 他的慈悲都是有条件的 他为什么要关怀这个人 为什么要照顾这个人 他是有条件的 四 佛菩萨的慈悲是无条件的 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 他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佛性跟自性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三 一所以修行在哪里修 就是在大众当中修 大乘佛法奖励是炼心 你跟一切人 一切物 一切境界天天接触 接触就是修行 二 第一个修行 就是修清静心 平等心 我看这个人喜欢 看那个人讨厌 这个心态要不得 为什么 这是往生净土的障碍 爱恶的念头一天一天比较淡 欢喜的人看得也平淡一点 讨厌的人现在也不讨厌了 我们功夫有进步 三 如果你修行 念佛念得再多 拜佛拜得再勤快 讨厌的人更加讨厌 喜欢的人更喜欢 这就糟糕了 四 自有很多人念佛念了一辈子 临终一个念头错 这就去不了 什么念头错了 恩怨放不下 情爱放不下 而女子孙放不下 财产放不下 只要有一个念头放不下 就去不了 四 亦如何能在一切众生净缘当中 把我们的心修成平等慈悲 这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 心里头还有好恶 还有喜欢 还有讨厌 实在说 这个对于往生有障碍 二 凡夫虽然待业往生 完全看临命忠实后的缘分 所以在平时 一定要以清静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 一定要把内心深处与一切人事物对立的念头化解掉 三 那心末有这个对立的念头 慈悲心才能够生得起来 从内心发出慈悲 发出欢喜心 诚诚恳恳地帮助别人 给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 这就叫慈悲 四 最真实的利益 无过于把弥陀经传授给别人 无过于劝人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第一慈悲 莫有比这个更慈悲的 五 依一个往生的人 心地是真正清静 真正平等 真正的慈悲 所以古来的大德 净土宗的不算 其他宗的祖师大德们 多半到了晚年 真正参透了净土法门 几乎都把一切法放下 专修专宏 二禅宗里面 永明言寿大师就是一个榜样 禅宗里面大彻大悟之后 回过头来专修净土 禅舍弃调 天台宗的智者大师 这是交下了不起的一位圣人 晚年也是专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三近代的就更不必说了 向帝贤法师 谭虚法师 宝敬法师 都是近代天台的祖师 几乎没有一个 不是念佛求生净土 偶艺大师早年是学天台的 连池大师那真是宗教巨通 两位大师晚年都专学 专宏净土法门 四皇念祖老居士 是密宗的金刚上师 他给我讲 现代这个世间 已经没有密宗根性的人才 所以他晚年专宏净土 劝人念佛 他在往生前两个月 全心全力念佛 一天念十六万生佛 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3w.book853.com 斜杠修.aspx 问号page等号41 与号ID等号2467 与号sit等号159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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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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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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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